現在是經驗分享環節 很高興我們有請到 2013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 最佳商業應用金獎得主 香港空運貨站的代表 Mr.Eric Poon 分享一下他們參賽的經驗 有請Eric 大家好我是Eric Poon 我是香港空運貨站 香港空運貨站 香港空運貨站 簡稱Hecto的員工 我們在去年 用我們的系統 叫Cosex Plus 就寄了這個 Business Application Award 最終就獲得了一個金獎 今天希望浪費大家少許時間 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去年做Award的時候 那時候的生活力情是怎樣 那我就不會和大家 Growth through 我的系統是怎樣的 我相信每個系統都會有些不同 但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怎樣去做 申請我們的Award的申請 以及怎樣做我們的Presentation 最終就是怎樣獲得Award之後 對我們覺得有什麼得像 我最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些生活力情 其實我們的系統叫Cosex Plus 2012年就完成了我們的開發 給我們整個香港空運貨站 內部和客戶之間的溝通做一個調良 這個系統我們完成之後 我們就開始承諾到一些不同的Award 那Hong Kong ICT Award 當然是我們其中一個Award 其實承諾的Award 但是我們也有承諾其他的Award 譬如是 你會見到有Paylor Asia Award Hong Kong MA的Award for Excellence Hong Kong ICT Award的Best Business Application Jardine Medicine 裏面的Worldwide Prime Performance Award CIO Asia的Best Business Enabler 和剛才提及過的 Asia Pacific LICT Alliance Award 那這六個Award裏面 其實我自己就做了三個的 就是做了三個的Presentation 其中五個我們都拿了獎 上頭的五個我們都拿了獎 但是我想和大家說 不是說頭的五個 是說我們拿不到的原因 這是我們第一個嘗試去參賽的獎項 其實我們都做了100%的努力 放了100%的努力去申請這個Award 花了很多時間去做我們的申請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我們都輸了 做到Finalage 但是都拿不到獎 那個原因呢 當我們痛定思痛想過之後 看我們對手的Presentation 他們的資料之後 我發現原來做到100%是不足夠的 做到150%或者200% 你才會有機會 所以當我們申請這個 Hong Kong ICT Award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為何做到200% 去拿這個報告 那 那 我想 我相信 一個Award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 了解你自己 因為 而且你要有一個 你自己都相信的 好的Application 和Story 去告訴你的評判 如果你自己都不相信的話 其實很難令到評判 給個獎 他也不會信服的 如果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話 那 我想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就是 你要了解你的評判 在 我們 申請這個 Hong Kong ICT Award的時候 我看到評判的 評判的 你會看到 我 大致 有不同的評判 在裡面 什麼範疇的 專業人士都有的 包括 比如說 CIO COO The Executive Director IT界的前輩 學術界的專業人士 Head of Business 甚至乎 Application Architect Consulted Advisor Fellows 全部都有的 那怎樣才可以令到 一個 這麼廣層面的評判團隊 能夠給分你呢 那其實是有難度的 但是我都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 其實有共通的 就是 我們做這個 這個 submit這個 award 叫做Best Business either application 或者products 其實都是一種 technology map to business 所以當你 submit你的 submission 其實 我相信要highlight 你怎樣 用這個 technology 去enable 你的business 或者你的product 這是重要的 另外除了 明白你的judge 是哪些人之外 你也要幫他們 去評審你 因為我知道 剛才 Bordman 有很多參賽者 submit 他的application 進來 那怎樣才可以令到 你自己突圍而出呢 那 第一件事 就是 你一定要 按照你的judging criteria 去submit 其實那個judging criteria 我怎樣都拿過 今年的報酬 我提過 其實都很reach 都有不同的 criteria 去judge你的 那 如果你按那個area 是很strong的 當然 恭喜你 你應該可以 很高分 但如果 按某些area 很弱的話 千萬不要 skip 那個area 因為 我一點經驗 sharing 就是 假如你那個area 不是很strong 你上次是steve的話 其實那些很聰明的評判 是會混亂你的 所以 所以你一定要 adress每一個 他們給你的pv 另外就是 因為 我相信 那些評判 都要看很多 不同的submission 你可能要寫一些 paper的submission 給他們 然後做presentation 那 如果你 全部都寫完文字的話 當然 你當然想 寫得越多越好 可以說多些東西給他們聽 但是 當他們要看這麼多 的submission paper 的時候 我同時站在一起 都很辛苦 所以 如果你可以用一些picture picture tells a thousand words 如果你可以給一些 圖片 或者一些文 或者相片給他們看 令他們更加容易明白 那他們會更加容易 給你分 以及記得 OK 那 如果你有幸 可以去到presentation stage 過了 看完你的presentation 看你的presentation 的話 其實我經歷告訴你 就是很貪心 因為 通常presentation 可能是說 我當年的時候 是15至20分鐘 那 一開始的時候 都會很想 盡量放多些東西 去impress我們的評判 但是問題 就是 你放得越多 你就要說得越快 說得越快 其實是很難不明白的 所以 rule of thumb 又是一分鐘一張slide 這個我覺得 當年 柳sir有教過我們 那 我又分開一個很實際的advising 可以很幫忙 令到那個run down 當你做你的presentation的時候 那個run down 是 smooth很多 OK 第四點 就是 機會給 有準備的人 那 如果你 收到你的通知 說 要你去present 這個advising 其實在我的經驗 不是太多時間 讓你準備 那 舉個例子 去年 我們的final presentation 我還很記得 歷歷在目 就是農曆年初冊 結果 可能之前 沒有了準備的原因 那 我的農曆新年 其實沒有什麼機會 去拜年 因為準備了這個advising 這個也是 為了做到200% 所以要起來一下 但是 如果你有準備的話 希望你可以有一個 更加 smooth的advising 那 除了幫助他advising你之外 我也要幫一下自己 OK 那 你自己去說 你的advising 其實當然沒有 但其實 有更多的東西 可以幫你 去present你的product 或者你的advising 給評判聽 那 譬如是什麼呢 就是 你可以找你的customer 去幫你說 因為customer 用你的product 他們的一句 比你說十句 第二 就是 Demo 那 千萬不要 就是 Demo 是一個很好的tools 來的 可以令人很明白 你的advising是怎樣 但是 千萬不要到時 才用你的真 advising 在那裡走 因為 一出了小數問題的話 其實很難在 夠短的時間內 裡面有verify 所以當年我們都選擇 用ScreenCat 都可以很smooth的 可以給評判聽 那 第三個就是 當然你要把你的shrink 和 強處 和獨特之處 告訴評判 但是我想強調的是 強處呢 其實你會發現 每一個 你的對手都有的 所以你一定要找出你的獨特之處 強過人的 才有機會可以突破而出 還有就是 需要彩排 rehearse 當你去做presentation的時候 你需要做很多presentation 那些rehearsal 那些沒有involved 在你整個參賽過程裡面的人 去幫你看看你的rehearsal 都會有幫助 第五點就是 你準備的faq list 你的上文問題表 那 因為去到presentation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很多問題問你的 那些問題呢 你看看judge的背景 看看judging criteria 你都會猜到大約 那些什麼area會被人問到 那但是 到時這麼短時間 你去想個答案 那倒不如 你之前準備定完你的 你的pq list 那第六點就是 你 這個對我們講得很印象深刻的 就是要用你的support team 因為呢 當你present的時候 其實不只是你一個人進去 你可以有 有些少許你其他同事一起進去 那 你一個人其實是吃不完所有東西的 很多時候的問題問到的時候 如果你發現你的support team 是可能比你的厲害的話 其實呢 找他們回答更好 就好過你自己到時 去想個答案 那最後一樣就是 要rehearse, rehearse, rehearse 因為 again 要做到200分 你才會有機會 做得比其他人更加好 那我們拿了這個獎 對我們有什麼得獎呢 我覺得其實參賽本身已經是一個得獎 那 在參賽的過程裡面呢 你需要去explore 你整個application是怎樣的 你的application 或者你的product對你的customer 或者你的內部人家 對他們的impact是怎樣的 其實你也要做很多study 你會做很多research 才發現原來 啊 雖然我做了這個product 或者用了這個application很久 但是 原來還有一些我是不知道的 所以 要做很多不同的research 讓你自己知道更多 這個也是一個得獎 因為你對整個 整個product 那個了解深了很多 那 也有self recognition 因為拿到獎本身是一個認同 對你自己過往所做的事情的一個認同 那 你也更加好的 就是你可以欣賞到其他 跟你一起比賽的人的強項在哪裡 從而吸收到他們的強項 作為自己的一個經驗 那這個我發現都是一個 一個很好的learning 在這個學生裡面 那當然啦 就是拿到獎 一定可以resource到你家公司 在你的industry裡面的leadership 在我們的case就是pact 在worldwide leadership 是可以更加面談得到的 那 除了 剛才我講的之外 就是 因為可以拿到這個獎 Horn CX也幫我們 去nominate我們 去enter那個 剛才說的那個 阿太區那個比賽 是讓你可以進入一個更加寬的 Award的領域 那 剛才所講的 是一個小小的 個人的心路歷程和心得 那希望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也有些什麼大家開始做一下 消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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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